前文再讀書接上一回,上集說到天馬額爾敦突然出現在塞馬雕陽的場地之上, 黃趙兄感到十分驚訝,難道這傢伙又來搗亂? 原來這個天馬正是衝著黃趙兄而來, 前次因為梳不才中了你一枚降膽,今天幾大都要給你一個勝負高低呢? 黃趙兄一聽,他就說,好啊,既然是衝著我來的,就儘管放馬過來, 我們找個比較平坦的草地給過,玩兵人也好,拳聚也好,裁你。 額爾敦就說,沒所謂,你說哪裏就哪裏了, 講完兩個人撥馬就朝北邊走去了, 沒多久就見前面有個平坦的草地, 黃趙兄用手指都指就問,這裏怎樣? 對,我們兩個人還在離過暴戰先, 講完就翻身落馬, 黃趙兄就問天馬了, 喂,你說我們用兵人,還是先給拳腳呢? 黃趙兄,今天我先領教你的拳腳,然後再動兵人。 那我們用不用暴氣啊? 不用,謎體我有標,我絕對不會拿標來打你的。 你也不要玩你的降膽, 今天我們是憑師所教,憑生平所學的本事, 來分個勝敗輸贏怎樣? 好啊,不過今天我們不能夠就這樣打法, 要賭些什麼呢? 哼哼,你想賭什麼?賭金、賭銀, 還是賭人頭? 押爾敦,我們不賭人頭,那這樣吧, 你若打敗我的話,可以將我置於死地。 即是我打贏你了,我也不會殺你。 我們也不賭金、不賭銀, 武林之中以貪財為此。 我要等你自己說,如果你輸了怎麼辦? 押爾敦反問回黃趙兄, 那你輸了又怎樣呢? 哈哈哈哈,天啊! 我們是君子一言就試馬難追, 我若果衰在你的手中, 死了就不再說, 只要還沒死的話,我馬上就走。 在大廟一帶千里草原,你再也見不到我。 今天我們是第二次見面, 第一次見面,你看我不起, 你也不知道我姓慎名稅。 好吧,現在我就告訴你, 在下姓王叫黃趙兄,實不相瞞。 沒多久之前,我得了個號叫做長城大俠。 喂,你還未曾回答我, 你若果衰了,究竟怎樣? 押爾敦聽到黃趙兄這番說話, 他心想, 早前我就聽陸林朋友說過, 最近標出過二十幾歲的年輕, 取號為長城大俠。 哎呀呀呀, 原來就是他, 寡不知他這麼久了, 今天我跟他決戰也是值得的。 想到這裏, 他相受一樣, 就大聲說了, 黃趙兄, 若果我敗在你的手下, 我們也是一言九鼎, 不看我號稱草原天馬。 這幾年, 還真的很少去過長城以內的地方, 外頭怎樣, 我也不太清楚。 不過, 我是井底之蛙也好, 坐井觀天也好, 說話是宣訴。 今天若果我衰了, 我就離開這裏, 至少在大青山以北, 不會讓你再見到我天馬額爾敦。 天馬, 你說話是宣訴嗎? 當然是宣訴了。 好, 那你我就先給兵人, 還是先給拳脚呢? 今天我和你先給拳脚? 講完天馬, 解開腰帶, 除了那件綠皮袍, 就搭在花斑炮的身上。 鴨膏衫就, 提了提那箱膏咬去, 弄到頭上的虎皮帽。 各位, 他這套打扮, 作為行家一體就知道是響馬道慘。 尤其是那件古古怪怪的虎皮帽, 襯著那塊黑臉, 揭霜大眼, 更加顯得他凶惡飆寒。 這個時候, 王兆兄也脫下自己的帶刀, 調到一邊, 將墨雲刀遞給琪琪格就說, 小妹, 麻煩你給我拿著。 又勒緊了一條英雄板帶, 一鴨三袖, 蹬下手腳, 就準備迎戰了。 這陣圍觀的人就越來越多了。 將王兆兄和天馬, 僅僅圍在中間。 茶幹一看, 就很急地說, 麻煩大家借美一點, 將場地讓大一點, 這個比武就不同率交。 輸贏無所謂, 今天他們兩個人要一決之雄, 搞不好的話要拼命的。 麻煩大家向後退一下, 離距離遠一點, 免得刀槍沒有銀, 傷了大家就不太好了。 那些人紛紛後退, 騰出了一大塊空地, 奇奇格和標師茶幹站在圈中, 維持秩序。 這陣天馬亦不多說, 他兩目如燈往前壓中身, 身左手就握王兆兄右邊的肩頭, 同時用右手激王兆兄的左臂, 看他那個樣子, 國企個跑賽, 青筋突腦, 手指好像鷹閘一樣, 演得十分凶殘狠毒。 這個天馬亦算有些身份的, 曾經是司馬彤的徒弟, 別看這個人橫蠻無理, 即他學藝的時候, 亦真的下了不少的苦工, 兩下江南, 三上天山, 很多個武林高手都敗在他的手下。 他使的兵人與眾不同, 是由很多塊鐵葉, 連結而成的軟帶, 經常靜靜地圍在腰間上, 想用的時候就馬上抽出來。 王兆兄一看天馬的架式, 就知道這傢伙使得是禽拿手法, 轉插對方的穴道。 左手握你的肩頸鱗, 右手握你的墨門。 如果被他握住的話, 一下子就會裂碎你的骨頭。 好,我們再講回王兆兄, 見天馬張牙無走, 若若若若是。 他向後微微一躍, 主動進攻。 用左手兩隻手指, 點天馬右手的墨門。 右手兩指, 點他左手的墨門。 天馬見, 連望縮回雙手。 王兆兄的左手兩指一轉, 右點天馬的喉嚨。 右手兩指,點天馬的堅重。 天馬一看, 叫了聲, 哎呀, 好厲害呀。 急忙往後一閃身, 伸左手握王兆兄的右肋。 右手一朝夜裡偷套, 狠抓王兆兄的下黨。 就這樣兩人, 你來我往, 我往你來, 就打在一起, 打到整半天都未見輸贏。 圍觀的人一邊看, 一邊字姿沾沾沾, 在這兒議論紛紛。 十個人當中, 有九個就覺得王兆兄體格差, 難以跟天馬打持久戰。 但是王兆兄兇有成竹, 毫不慌亂。 他身子好靈活跳躍治愈, 任憑天馬鐵拳槓角打過來, 他以四兩薄千斤化險為儀的功夫, 一日將它們化解。 天馬對自己的琴拿術都頗有信心的心想, 我只要將你拿著就當王冠一樣, 讓你咬成兩決。 兩個人在這塊平坦的草地上, 你拿我點, 招王招來, 又打多了半個時辰, 依然未分勝負。 天馬這陣就有點心急了。 師父教我的三十六手琴拿, 一半武林中人三兩下手腳, 我就搞得他怎樣。 至今日都用出來終未得手。 人家的點閱法, 反而逼得我左閃右臂十分被動。 不,不,我還是要多加小心。 不然就是牙齒人家一兩下, 這樣就竊了大底。 天馬就知道內家式的點閱厲害。 因為他師父司馬同就是無當山真無頂的冠主, 是內家式當今手屈一指的高人。 再講天馬使三十六手琴拿率, 依然未能奏效, 他一轉身就使出新的一招, 三十六招螳螂獎。 王朝興一看心中有數, 即時師展百琴掌法, 招式一套接著一套, 真是各有各的制善方法, 各有各的奇光異彩。 他的這套百琴掌就是專門用來對付螳螂獎的。 兩個人又佔到三十幾個回合, 依然難解難分。 天馬越戰越勇, 好像有使不完的力氣一樣, 王朝興越鬥越強, 似乎一點疲倦都沒有。 他倒想看看天馬到底有幾大的本事。 天馬一心想踏低王朝興, 王朝興就看出天馬急於進攻, 他心想, 好了好了, 就等我賣個破綻, 讓你抓住我, 看看你又能將我怎樣呢? 王朝興就不讓他抓肩膊, 不讓他鎖手腕, 也不讓他鎖自己的穴道, 故意撩開雙手, 來到一個大鵬展翅, 亮到一個胸口出來。 天馬一體就以為時機已到, 往前一上步伸出四隻手指十隻, 就將王朝興的腰帶抓住了, 心裡頭這麼自高興, 你和你還不壞? 他本來想只要自己壓出來, 將王朝興鎖起來, 左手四隻手指, 抓王朝興的右腿, 就抓出四個大咕嚕, 再將他向空中一舉, 往地下一搭, 支持你王朝興就玩完, 誰知王朝興早有準備, 左手沒有動, 他身在空中扭轉右手, 張開四個手指, 就等候天馬了, 這件天馬抓住了王朝興的腰帶之後, 想提起身, 但是提鐵都提不起, 王朝興整個人就好像住在底部一樣, 全球生鐵那麼重, 天馬已經過得很奇怪的了, 啊, 我上邊請你尾, 下下掃你的腳, 看看你還動不動, 他右手就沒有鬆, 左腳來到掃唐腿, 剛剛好就掃向王朝興的右腿, 王朝興急忙壓抬腿, 讓過了他的腳尖, 未等天馬的腳掃到他的左腿的時候, 就抬起右腳尖, 點他的腳面, 啪, 天馬動得, 哎呀, 叫到聲, 馬馬聲, 把左腳縮回頭了, 只見王朝興又掃了一番, 一吃金絲錢碗, 啪一下就拿著天馬的右邊手腕, 食指一扣他的脈門, 天馬即時感到自己右邊的手臂又酸又麻, 好像有條蟲在裡頭捐了進去一樣, 他不由得抹開口, 吸了一口氣, 只見王朝興跟著右手向前一胎, 來到順手牽揚, 天馬就在他心想, 我不能夠被你抓到懷中, 不是的話我就算輸了, 天馬坐盡全身的力氣, 來到一個輔助, 各位, 其實王朝興使的是假招來的, 故意等對方出力以借招破招, 王朝興一看對方使的力不少, 就向外一抖, 來到一個老和尚炮中, 你跟我去吧, 就聽到啪的聲音, 雖然天馬的身子沒有向前倒, 也沒有後退, 但是整個人一直坐在地上, 也整個天馬蓋會, 不知道地上有些什麼, 就把他的屁屁的聲音畫了一下, 整個人倒了下去, 哇, 這個時候圍攻的人, 這麼拍手叫好, 嘩, 王朝興好東西, 王朝興認真洗燈, 尼夫我叫掌聲不絕, 天馬額爾登畢竟是一條好汗, 他雙肩一雀地一個鯉魚打定, 手都沒用, 兩隻腳尖一點, 就十聲站起來, 再向前一躍跳出七八尺遠, 兩人對面而立, 王朝興就問了, 額爾頓, 這個算你輸, 還是算我輸呢? 額爾頓一聽, 整個臉都紅了, 王朝興, 你這次動拳腳, 算我一時不小心, 敗在你的手下? 我早前跟你說過, 我們不單止被拳腳, 還要被兵人, 你若然是兵人上日贏了我, 我就徹底贏輸, 今後你在大青山以北千里寵園, 就再也看不見我, 好, 額爾頓, 我們君子一言四馬難追, 藍子漢大丈夫講話算數, 好, 王朝興, 今天我們就在兵人上見高低訓書營了, 講完這件天馬牛皮蝦, 嚇了起, 隨隨腰中咔嚇的聲響, 抽出一把三尺多長的, 墨沙魚皮鞘的寶劍, 嘩, 這把劍, 昆鐵尖黃吞口青絲幻手, 燈籠水, 他左手臉劍哨, 右手的手指, 噴一聲, 一按過他的彈網, 即時閃過一一道白光, 就將他的那把秋風掃落葉亮了出來, 真是陰深深寒氣逼人, 天馬將劍收順手一調, 就調到看熱鬧的年輕人的腳前, 天馬站定, 左手一黑臉劍圈, 來到個舉火燒天一字香, 高高舉起那把劍, 直至藍天他說, 黃趙兄, 你亮出兵刃了, 這個時候黃趙兄押轉頭, 剛剛想向奇奇格拿兵刃, 都還未曾開口, 即興奇奇格右手握著蠻蝦, 左手握著墨紋刀, 已經送到黃趙兄的手中了, 因為他以前在毛包山看過黃趙兄, 使用兩把寶刀大戰沙里銀, 那個真是奇逢敵手, 將於良才, 他覺得, 這個鐵馬的功夫, 這個沙里銀的, 加上又大劍又夠力, 肯定是難以對付, 今天還是等趙兄哥使用兩把寶刀比較穩陣, 所以奇奇格及時把兩把刀遞過去了, 黃趙兄一看, 小妹真是跟我想在一起了, 他右手握著蠻蝦, 左手握著墨紋刀, 你兩把刀一紅一黑, 紅的燦藥蠻蝦, 黑徑暗藥墨紋, 他將雙刀考答十字, 在那裡一起, 就算亮到工具, 黃趙兄今天一亮刀圍觀的人, 即使喝彩叫好, 天馬額爾敦見的人, 為黃趙兄鼓掌, 起到他吹鬚碌眼, 你這幫傢伙都看這條白臉賀腿, 沒有人站在我天馬這邊, 我天馬就要等你們開一下眼界, 看我怎樣贏這個白臉仔的, 想完他雙腳一點地, 說了一聲, 接招了, 左手劍缺一點, 右手補劍一晃, 就朝黃趙兄的頭頂咒刺過去了, 只見黃趙兄手急眼快, 向右邊一閃, 左手墨雲刀向他的劍面一踏, 跟著一順順推走, 額爾敦急忙回劍變招, 黃趙兄接著出右手, 萬直下閃過壓到紅光, 朝額爾敦的腰間咒鬆, 額爾敦急忙抽身一轉, 來到個小鬼追魂, 補劍的劍尖眼看著就要刺到黃趙兄的魂睛之上, 說時此那時快, 黃趙兄壓低頭雙刀一轉, 朝額爾敦雙腳咒鬆, 雖然額爾敦有金鐘罩鐵布衫的功夫, 但他知道這兩把刀是非同小可的, 無論如何都不可以讓他點到自己的雙腳, 天馬重起身形, 兩隻手在空中張劍一盒, 一招白蛇套銳, 一招黃趙兄的喉嚨, 黃趙兄向左邊微微一閃, 額爾敦補劍一偏, 又向黃趙兄的肩膀擊下去了, 黃趙兄猛延一個輔助, 雙手懷中抱刀, 等額爾敦雙腳落地, 還未來得及遲進招的時候, 又使得個仙女獻花, 雙刀一合, 向天馬條境就戰過來, 天馬皇右一閃身, 避開了雙刀, 兩手合劍, 一式烏龍出動, 直至黃趙兄的左勒, 是這樣你來我往, 大家一招過一招, 一招緊過一招, 時間過得很快, 不知不過, 兩個人已經戰了五十幾個回合, 黃趙兄繼續施展百禽刀, 兩把刀, 好像大鵬展翅, 又好像小燕村林, 又要鳳凰出鬥, 更像孔雀開平, 由手刀, 下光萬道, 垂彩千條, 左手刀, 千條黑沙, 萬朵默紋, 黃趙兄, 好像雀仔一樣, 輕巧靈活, 兩把刀, 使得順猛以上, 特心認守。 再講天馬牙, 宜敦見黃趙兄, 滴水不漏, 越戰越強, 不敢打到個爛陣, 他心想, 真是天鵝有天, 山鵝有山, 能人背後有能人, 我不知道師父, 經常告解於我, 就算是學識了武功, 成了名都好, 萬民不可驕傲, 師父的說話, 真有道理? 天馬牙都不想得太多了, 想得多, 招數一萬, 就一定輸硬的, 只見他振作精神, 揮舞寶劍, 猛殺狂陷, 雖猛彈不亂, 依然朝朝有息, 息息有法。 黃趙兄精神貫注, 隔外小心, 他現在什麼都不想, 那個腦跟手一樣, 就裝著這兩把寶刀, 看是怎樣施展, 才可以戰勝天馬牙二敦。 他知道, 要贏天馬, 並非一件容易的事, 不單止一些疏忽不得, 而且, 只要利用他的聲, 出其不以攻其墓碑, 才可以出其制勝。 兩個人打下打下, 又過了八十幾個回合, 黃趙兄依然面不改容, 心不調。 而天馬的鼻歌道, 已經慢慢見到滲出寒珠, 而且煽動起來, 氣有點燭, 他心想, 是這樣不行的, 磨來磨去, 什麼時候才能見得高低? 我要拿絕招出來。 他想起當年師父司馬同, 教他那二十四招, 離魂分身劍犯, 劍冒起來, 令人眼花瞭亂六神無主。 這樣一來, 就可以借機行事了, 令對方伸手易處的。 黃趙兄定眼向前一望, 見這傢伙突然變焦, 又加快速度, 好像不再是一個人, 而是變成了三個人, 一把劍變成了好幾把劍。 黃趙兄記得, 他師父曾經說過這個額爾敦功夫了得, 現在看他洗的這套, 離魂分身劍果然厲害, 果不知這個人目凶一切, 避歌朝天, 對付這種人, 就得要摸高一尺, 道高一丈, 用真功夫來壓倒他, 讓他心服口服。 眼前要破他這套招數, 只能夠用師父傳授的絕技, 孔雀開瓶才行。 黃趙兄想完, 雙刀來一個玩法, 咳起雙腳補刀範飛, 好像孔雀抖開到魂身的羽毛一樣。 天馬向前一望, 哎呀,好厲害,好厲害, 兩把刀竟變成了千道紅光, 萬叨墨雲, 似得人眼都抹不開, 以為有無數的鋼刀在自己的身邊亂墓。 游過了二十幾個回合, 天馬已經將二十四手離魂分身劍犯, 已經洗殺出來。 突然間, 見他向前一刻掩身, 好像腳踢被什麼踢了一下那樣, 整個人拍在地上那裡。 黃趙兄定眼向前一望, 竟額已動都不動心想, 我應不應該盡招好呢? 他知道額爾頓這一招趴下是假的, 是等候機會約起才是真, 似這個措手不及。 正在黃趙兄猶豫之際, 額爾頓擔高個頭腳尖點地, 雙手一合秋風掃落葉, 劍尖快似雷明電閃, 朝黃趙兄的小肚就此過去。 黃趙兄這個時候上臂已經來不及了, 用刀向下切也遲了, 那怎麼辦呢? 黃趙兄向上約起, 然後拆開雙腳, 好像停在半龍之中, 額爾頓連人大劍捐在黃趙兄的庫浪下面不動。 黃趙兄就覺得十分奇怪, 他在想, 兩隻腳拳不能夠落地, 一落地的話, 天馬伸此一番, 我就肯定被捅到正。 但今天幾打都要冒這個險, 冒險的話, 恐怕難以取勝。 這件黃趙兄在半龍之中, 一色大鵬展翅, 雙刀往外一分, 跟著來了一色喜著燈子, 左腳向下一落。 這陣天馬已經翻過身來, 等著使他的追魂絕命劍。 誰知黃趙兄的左腳, 正好點動天馬的忠遠遠。 天馬見世不妙, 即是撇住道氣, 心想, 如果不撇住道氣的話, 這傢伙再用力, 人踩下你, 我頭殼不爆就怪咯。 但黃趙兄的腳下, 並沒有十分用力了。 他趁著天馬割住道氣, 右手一揮, 直揮天馬手中拿出火箭。 這個時候, 幸好天馬的寶劍是打平方。 若是打動方, 天馬的臉馬馬就會被發開。 不過他又再動彈不得了。 為什麼呢? 因為黃趙兄的寶刀, 已經按住了天馬的鼻歌。 各位, 到底黃趙兄有沒有殺這個天馬呢? 欲知後事如何, 就明日自講了。 為甚麼, 最好? 幾乎是大家都要爭取的。 我們擁有什麼叫做打平方。